巨大的装置框架倒在花海上 支架断裂 展示看板也同样隐身倒地 另外这边彩色主题帆布被风吹到支离破碎 整整五座装置框架东倒西歪 倒塌支架和美丽的花海景色形成强烈对比 这是2020花线龙井活动花海展期 原先从10月17号到11月1号 除了有花卉还有装置艺术 但前几天东北季风加上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瞬间风速超过时机以上 装置框架因此倒塌 不知情的游客到场看了好失望 活动才开跑不到一个礼拜 主办单位提早喊咖 脸书也颇文 强风导致装置艺术倒塌 为了安全起见禁止民众进入参观 展期提早结束 在营销后面用钢管支撑及吊石柱补墙 也承受不住那个强大的颈风 狂风吹倒装置打乱展期节奏 现场美丽的花依旧吸引零星民众前来参观 拍照打卡 但少了点装置似乎有点美中不足 记者陈思源王百英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